还是啊咱们新打开这个模块 然后呢在这里我写上这样咱们的一个语处理 我们要把咱们的一个诗歌进行处理 传进来的是一个feel name或者是一个feel path 咱们刚才给它传进来的 或不是 在这里首先呢 我是先把处理好结果指定成一个list 然后呢我就是打开呗 位置open 打开咱们的这个处理模块 打开指定好一个路径 然后呢指定好路径之后啊 我是要干什么 我是要读 我不要写 所以说指定这样一个R 然后呢我们可以指定啊 就是一个ecoding 因为我们是要做的是一个中文嘛 所以说可以指定咱们的一个打开方式 一般情况下我们指定这个ecoding啊 它是等于utf-8的 位置open 然后呢我让它s一个东西啊 让它进行一个s一个f吧 这样我就得出来了我的一个打开啊 打开这个函数之后呢 我们要一行一行去读啊 我们就是forline 因咱们这个f 先给它readlance 一个lance里边啊有这样一首诗 我们先给它readlance一下 readlance完之后 readlance完之后啊 然后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词啊进行一个分割 就是说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它在这里就是说这块它是有个-n的 然后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来看吧 这是一个词啊 这是一首诗 比如一个唐诗 唐诗的名字 然后冒号 冒号里边呢 是这个诗的一个内容 你看我们看第二首 第二首这个词的名字 然后冒号里边是内容 所以说现在啊 我要把它的一个title啊 它还有它的一个内容给它分得开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content title和content 我们就等于我的一个line 今天分割不就可以了吗 首先啊 就是我们需要去掉一些空格啊 先stripe一下 stripe完之后啊 我们再让它去split 按照什么样的格式啊 咱们刚才不是说 它是按照这样一个冒号去划分的吗 所以说我说冒号左边的 它不就是一个title 冒号右边的不就是一个content吗 所以说啊 我就直接写上这样一个 直接啊 在这块按照 把这个冒号写进来 按照咱们的一个冒号 进行分割就可以了 嗯 然后啊 就是说 如果说啊 你的一个诗 它是有一些问题的 在这一块啊 你也可以写上很多个东西 比如说诗当中出现了一些乱符 或者是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因我们的一个content 或者说啊 或者说我们写一个 咱们的一个 或者一个什么字符 这个字符 因咱们的一个content 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我们进行这样判断 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下 我们直接containue 就是不看这种诗了 因为这种诗里边啊 它出现了一些 比较乱的字符 这个乱的字符啊 咱们不要啊 咱们也不希望就是 到时候写诗的时候啊 出现一些这个东西 可能啊 到时候大家再去 再用这个数据集 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说 大家想找一些新的数据集 再去预测什么小说啊 歌词啊 什么剧本啊 之类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 辣碗七条字符啊 我们也是需要给它去 去掉一下 这里啊 就是如果说有这些字符啊 咱们就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还有啊 就是咱们得判断一个长度 就是 对于这个content啊 咱们是希望 它是符合一个 唐诗的规矩的吧 如果说太小 比如说小于五 或者说 它的一个大小啊 特别大 比如说给它大于个 七十吧 大于个八十吧 如果说太小啊 或者是太大 那我都是不希望的 这个时候呢 你也给我continue过去 就是啊 太小太大 我们都是直接 就不看这首诗了 只有一个合适的情况下 咱们才去看这个 这个诗这个东西 这个啊 先是做这样两个判断 然后呢 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个content啊 再进行一个组合 咱们刚才是不是指定了两个东西 一个诗啊 就是一个是叫咱们的一个start token 就是咱们一个诗啊 有一个起始的标志位 还有一个结束的标志位 这个是方便咱们进行一个预测的 因为我最终的结果是希望能够得到 我这个诗啊 它是什么时候是给它停止下来 所以说 我的一个content啊 它是等于一个 这块有一个start 我的一个刚才start token 我的一个start token 然后呢 再加上我自身的一个content 加上我自身的一个内容 然后啊 咱们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 start的是g 然后还有中指的是一个e 再加上这样一个and token 把这两个值啊 加上来 所以说 相当于啊 对我的一个字符 我的一个content 又做了一个处理 这样处理完之后啊 我就是可以把我的一个 先这样的一个结果 判得到咱们的一个 这个poms当中来 就是poms 我们的pand当中啊 把这样一个内容 先传进来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手势 完成一手势之后啊 我们还要做很多个操作 这里是不是说 现在我们的poms 这个list里边啊 它都是 就是一个content 一个content啊 就是一个内容 接一个内容的 那这里我们先进行 这样一个事 就是我们的一个poms 再对它做一个处理吧 我们再对它啊 就是要进行一个排序了 按要把我们的一个 什么进行排序 要把我的这个list进行排序 然后呢 我的一个key等于什么 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呢 写上一个匿名函数吧 就是按照的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这个content 它的一个大小 如果说你的句子越长 我给它排在越前面啊 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难不得 然后呢 我用它啊 就是等于的是我的一个 嗯 l吧 然后冒号 它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按照它的一个长度 去进行排序 这个啊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排序 排序完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得出来 当前的一个诗歌啊 它的一个排序之后的 一个结果了 那有了排序之后啊 接下来我要统计的 就是说 嗯 咱们要做的是 可以做每一个词的一个 出现的次数 在这里啊 比如说我写的一个 是一个out words吧 out words等于个 嗯 等于的一个是 我的一个啊 list结构就可以了 咱们先不用字典 等于的是 我这样一个list 然后呢 我在我的一个poms当中 我去变例啊 forpoms 因咱们的一个poms 在变例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来加吧 就是说 出现每个字 出现次数吗 我先有一个字 我就加一个吧 out words out words啊 加等于咱们的一个 呃 因为现在是 就是一首诗一首诗 但是一首诗里边呢 是包含多个词的 就是把这个forward 因咱们的这个pom 先把它给拿出来 嗯 在这里就是 第一个循环是相当于 找每一首诗啊 第二是 找每一首诗当中的 每一个字 现在是不是说 我把所有字都拿出来了啊 这里包含一些重复的吧 有重复啊 没关系 我们要的就是取这个东西 现在我要取的 就是说啊 可以统计一下词评吧 就是有一个 可以指定一个counter 这个counter呢 等于我们的一个collections 用这个collections啊 我们就可以去做 这样一件事儿 我们先是需要把这个 import一下我们的一个collections 等于啊 我们的一个collections 它点的一个啊 它的一个counter 我们用它的一个counter啊 然后呢 把我们的数字词出现 数字词拿出来 它就会帮我们自己统计一下 每一个词啊 出现的一个个数 数得有多少 这里啊 要做这件事儿的意义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预测的 不是预测一个唐诗吗 那唐诗当中啊 是不是会有一些偏僻字啊 如果说有些偏僻字 你是不是可以给它过滤掉 我去念书就不看它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经过滤 就是说 出现字数比较少 那些那一部分content 那一部分诗 我们也可以给它过滤掉 这个是大家 供大家可选的 如果说 你的内容比较大 你想做这样的过滤啊 你还可以做这样一个事儿 然后呢 我给它指成这样一个对的形式啊 等于一个sorted的 sorted啊 里边传进来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 counter的一个 让它进行一个items 它进行items 它就是一个可便利的了 然后呢 它的一个key值啊 key值就是说 这个pars就表示着 一个词 对应着它这个词啊 出现的一个个数数得有多少 所以说呢 我让这个key啊 还是等于一个匿名函数 也就可以了 等于那么呢 然后呢 我的一个x传进来的就是 它的-1 -1啊 就是它出现的一个个数 这样呢 我就得出来了啊 一个词 它出现的一个个数 是等于多少的 得到词 得到词 还得到个个数 那现在啊 这个词和个数 它是一个 它是就是像这样一个组合 那我也可以把单独的一个词 给拿出来吧 单独的词啊 不就是进行了这样一个zip吗 相当于是按照一个数 给它进行一个组合 这块底啊 我们直接把它的一个 counterpars给它传进来 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就可以得到每一个词 都是什么东西 有了一个词之后啊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词 进行一个过滤 比如说 如果说你想过滤啊 你可以这么做 你指定一个worth worth等于什么 worth等于咱们的worth 然后呢 冒号 比如说你想取啊 前五千个 前五千个常用词 或者是前多少个常用词啊 都是可以的 咱们彻底就是 假说啊 你想取所有的 那就是咱们浪的一个worth 就可以了 取咱们所有的 这里到时候啊 如果说大家数据级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以指定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去做这样一个 去前多少个 然后啊 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说 我接下来 嗯 这个计算机啊 它是不认识 咱们的一些int 就是不认识 这样一个 什么韩啊 飞啊 孤单啊 独孤求败啊 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啊 我要把这样一个字 转换成一个int 行吧 这里啊 咱们是做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变化 我们先写 word int的一个map 做了这样一个映射 这个映射啊 就是说 我给每一个词 一个唯一的一个标识符 比如说 第一个词是一 第二个词是二 第三个词是三 我可以做这样一个东西 这里啊 咱们做的映射 是比较简单的 到时候大家 如果说啊 不想去做这样一个 非常简单映射 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事啊 就是 咱们现在不是有个东西吗 叫做一个word to writer 大家可以用那个word to writer 去做映射 用那个去做映射啊 它的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咱们现在怎么去做啊 一个词拿来了 一个词拿来之后 我把这个词 一个一个对应吧 就是第一个词 它的一个标号是0 第二次 一二三 每个词对应一个数字 相当于是 把一个词啊 转换成这样一个int值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做法可以去做 但是呢 不太好 但是它是简单啊 咱们只是举 简单的一个例子 如果说大家 想去做一个比较复杂 怎么办 咱们现在拿到手的 是不是一行诗啊 那一行诗 我们可以把它相当成 相当成是一个段落吧 现在有个东西啊 就是叫做一个word to writer 还有一个是paragraph to writer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词 一个词转成向量 然后把向量组合起来 相当于一个段落 也可以 你也可以啊 就是把这样一个段落 组合成这样一个向量 通常啊 现在有一个库啊 用的比较多 叫做一个gsim 就是gnsm 我也是啊 有一门这样的课嘛 专门去讲那个word to writer 词转源处理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把这一块做向量啊 映射的稍微复杂一些 把一个词向量真正的做到 跟它上下文是相关的 我们还是需要去用 那个word to writer 那个工具的 现在映射完之后啊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映射完之后啊 咱们诗和诗之间啊 虽然说字和字之间 我们能用lsrtm去做 让它们是相关的 但是诗和诗之间 是不是它本质上也是类似的 这个押韵呢 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啊 都是有这样一个风格的 所以说大家啊 在之后去做的啊 也是推荐大家 考虑用那个gsim 先去把这个向量生成出来 到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向量去做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这块啊 我就给它 现在是不是做完了 做完了之后啊 我们就把我的一个向量 给它翻回去 不就可以了吗 现在我还没写这个向量 我们把这个 poms的一个vector 它的一个vector啊 很简单啊 就是等于啊 咱们把它转换 先给它转换成了一个list list里边 我们还是做这样一个映射 要映射的 就是把我list当中的 每一个word 还是写一个里面 还说 来问到里边啊 word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 先去 先去我的一个word 去做这样一个映射 word的int 我们不是有一个map吗 在这个map当中啊 我去把当前这个词 它的一个映射取出来 那不就是把这个word传进来 然后把它的一个映射啊 拿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们把它的一个映射 再给它拿出来 这样呢 我就得出来了 它的一个vector啊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呢 这个vector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字 比如说啊 我字横倒降天笑 那是不是说 我是一个 是一个 能映射成一个数字 字映射成一个数字 横 映射成数字 然后这样一句话 都是映射成了一个数字 映射成一个数字之后啊 给它return回去 就是它的一个整体了吗 给它又做 送上一个list吧 列色里边就是 所有的字 组成了这样一个 list的一个结构 Polmes Victor 然后我还有一个映射表 映射表我也要啊 因为一会儿在训练的时候啊 我也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还有呢 就是啊 把我的 先把我词也传过去吧 一会儿词可能也会用得上 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是不是做了 这样一个处置画啊 做处置画 其实并不难啊 先对数据啊 进行清洗 数据清洗 咱们写的比较简单 到时候真正的数据 数据量一旦量大上来之后啊 你的清洗任务是非常多的 在这里啊 数据进行组合啊 咱们可以去选择多少长用词 再做这样一个映射 把咱们的Vector 拿到手就可以了 港澳